早上十點準時出現在台北辦公室 和同事到早安 這是日本新住民佐藤俊的日常 手鏈架設攝影器材 拍攝YT影片 這天佐藤俊用母語 要介紹日本人在台灣開公司的Mega 你不能就直接準備50萬 然後就說我想創業 其實這個蠻複雜 第一個你要從國外揮款到台灣的 你設定的銀行50萬 是一個方法 那如果這個沒有辦法的話 你可以從台灣當地的銀行 就是直接轉給公司的账富 說起創業頭頭是道 原來佐藤俊大學畢業後 無法適應日本上班族文化 因緣際會來到台灣創業 對於兩地辦公室文化 他感受很深 譬如說我新年的時候 我想做一件事情 還是我想做一件事情 局管就說那個新年不應該做 你不要不要不要這樣子 對 然後像他這個關係也是蠻嚴格 對 所以除了工作之外的壓力 我覺得日本蠻多 那到了台灣之後就發現 好像只有工作上有壓力 就不用配局管一起去吃飯那些 2017年他和朋友一起成立數位行銷公司 不只服務日本企業在台灣的宣傳工作 也向日本行銷台灣 今天討論蝦葉心跟花生 這個能不能在日本賣 拿出不同種類的花生 佐藤俊和同事們一邊熱烈討論 一邊使吃口感 他們要協助農民 將MIT黑金剛花生打進日本市場 不只如此 佐藤俊還拍攝剪輯知名小吃店家 希望這股文化美食力 強力輸出到日本 我接下來想做的事情是 想了解各地方的歷史 各地方的什麼 比如說收入來源有什麼產業等等 接下來我的YouTube頻道 有一點點想要 第一個更了解台灣人 然後為了更了解台灣人 想做各地方的一些研究 從綜藝節目學中文的佐藤俊 不只在台灣創業 更在此揭示同樣是日本人的生命伴侶 這個很有台味的日本人 在這塊土地上生根 輕生實踐逐夢踏實的人生 我記得在這塊錢 然後如果你們要做生命運氣 謝謝你 我們今天要研究完